大家好,18点21分了啊 1月17号啊,礼拜一,给大家看看啊 同学,你会记得采访我 这次中华民族贵大复兴,如果你预测一下,给汉唐怎么比 我说远超汉唐,为什么?不跟讲道理 请问,汉朝的对手是谁?匈奴是吧? 同学们,咱们平平而论 匈奴当时的文明程度和社会治理水平整体上比汉朝低 认可吗? 所以汉朝灭了匈奴,只是灭了一个文明程度不如自己的对手 这老师叫郭继承,好像是中国政法的啊 你灭了人家吗?你胡说八道,你懂历史吗? 对吧?根本也没灭人家 再说是对手,你是汉兄之间打过仗 但是也很长时间,是有友好往来的,包括人员的往来,包括贸易,还有和亲呢? 是吧?你也没给人灭了呀 北匈奴往西逃啊,有人说,后来变成了匈人 Huns,H-U-N-S 阿提拉大帝 只能说有人说啊,也不一定 不确定 是吧?这是北匈奴 南匈奴呢? 对吧?南匈奴赴汉 依附于汉朝 就在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 大青山这一带 对吧?那王昭君干嘛去了?不就是和亲吗? 嫁给人家,哄着人家 是吧?在被窝里给人家枕头风吹一吹 对吧?后来这个老的王可能是呼寒邪吧 死了,又嫁给他儿子 后来又嫁给他孙子 是吧?这叫收继婚 后来到曹操掌权的时候 把匈奴安置在今天的山西一带 又把匈奴 南匈奴 分成五部 给他分开 是吧?其实今天已经就是 中国北方居民的一部分了 对吧?你也 南匈奴你也没给人灭了啊 北匈奴人家跑了 对吧?当然匈奴 有时候膨胀 有时候收缩 热胀冷缩 就是他势力强大的时候 很多周边的部落沾上点边的 都自称自己是匈奴人 当他失败了 当他弱小的时候 很多人就剥离了 就跟他分道扬镳了 就树倒胡孙散了 对吧?就是这样啊 所以说呢 在北方民族有一个概念 叫什么? 叫以强者知名明知 什么叫以强者知名明知啊? 匈奴的大旗 他强大的时候都聚拢在他的这个大旗之下 是吧? 这个旗帜 要二太语叫 土黑或者土赫 也叫大道旗 然后呢 他不行了 这就变成一个新的部落联盟 或者一个游牧形态的国家 或者准国家兴起了 又变成其他的了 是吧? 有的时候叫柔然 有的时候叫东湖 有的时候叫乌环 有的时候叫鲜卑 是吧? 有的时候叫突厥 有的时候叫契丹 有的时候叫蒙古 是吧? 他不一定 他来回的 不断的时弱时强 这就叫以强者知名明知 是吧? 这个当年的柔然人 有人说就是今天 俄罗斯北高加索 这个叫阿瓦尔人 有人这么说 是吧? 这个鲜卑人 有人说就是今天的西伯族 当然没有这么绝对话 是大概其 是吧? 有人说过去的契丹人 就是现在的达沃尔 达沃尔人叫达沃尔库 他们自己 我在北京就找达沃尔人聊天 原来我住在顺义马坡 就在我们小区北边 西北角挨着铁道 有一个洗车房 那干活的就有几个 就是内蒙古 莫利达瓦 达沃尔族自治齐的 达沃尔人 我就问他们一些简单的达沃尔语 比如说达沃尔人怎么说 他们说达沃尔库 还有朝阳孙河 有一个羊马场 那的驯马师是达沃尔族的 我是抓住一切机会 跟一切人学习一切知识 你说我系统的学 我初中毕业就上班了 对不对啊 但是都能学啊 就这个老师 就他还大学教授呢 就这种人 是吧 因为我跟这 混混 拿一些大词 一些大概念 又伟大呀 复兴啊 跟这开始啊 忽悠这些孩子 还有说啊 这个突厥 也不如大唐 治理水平 什么叫治理水平 就是让奴才听话 让老百姓 对吧 不听话就弄死你 然后管得严 管得严 对吧 让老百姓该交粮交粮 该下跪下跪 这叫治理水平吧 你今天 今天的中国 你都没实现一个政治的现代化 甚至你连政治的近代化 你都没实现 你离文明远着呢 别拿这个吹牛逼 这不光荣 对吧 在草原上 人家骑着马 放着木 喝着马奶子 也许人家还自在呢 当然 那些政权 他们也有他的问题 也不一定像我想的 或者我说的这么浪漫 对吧 突厥他懂吗 东突厥 西突厥 前突厥 后突厥 白突厥 蓝突厥 库克 库克 库克就是蓝色 库克就是呼和浩特的呼和 就是青海湖的青海 库克闹了 对吧 白突厥 对不对 卡干 卡干是白色 阿克也是白色 他根本就不懂 就是很多这个在中国什么教历史的 教党史的 教政治的 都是整一些词 马列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毛泽东 在拿现在的领导人的一些讲话 一些口号 跟着混饭吃 知道吗 就跟着烂鱼冲术 不懂装懂 忽悠这些孩子 这些孩子就是一张白纸 十八九岁的 刚上大学的 他懂什么 中国有教育吗 我多次说 中国没有教育 中国叫洗脑 所以汉朝 灭了匈奴 只是灭了一个文明程度 不如自己的对手 没错吧 汉朝呢 突厥 突厥的智力水平 给大唐李 能比的话 有个记者采访我 这次中华民族 威大复兴 如果你预测一下 不如你 不如你 文明程度不如你 那我就问问你 今天中国大陆 想武力统一台湾 武统台湾 那你是比人家文明啊 你还是比人家野蛮啊 是吧 我让这个教授 回答回答这问题 对吧 你一直对台湾 是吧 张牙舞爪的 你在周边 不断的 是吧 这个这个挑衅台湾 前两天台湾的战斗机 都坠海了 据说跟大陆 不断的这个骚扰 是吧 他处于紧张状态 有关系 汉朝比汉朝低 认可吗 所以汉朝 灭了兄弟 只是灭了一个文明程度 不如自己的对手 没错吧 汉朝呢 突厥 突厥的智力水平 给大唐比 能比得过吗 比不过 所以我们战胜他 什么高朝西域 也没什么 武当西都府 也没什么 今天我们这个民族 面临的对手 是三百多年以前 率先发展 两百多年 曾经在世界舞台上 遥遥领现的公民 我们这一次 真正的复兴 美国打压我们 你们都知道了 冲破他的打压 如美所有的优势 现在你看 又在营造 渲染 忽悠 是吧 炒作一种 反西方的言论 一种反西方的思想 你所有的文明成果 都来自西方 对吧 我说这话 有人说了 你有这么绝对吗 如果 如果不等于 也是约等于 绝大多数的文明成果 都是西方的 难道你不再享受 西方的文明成果吗 不管是制度 哲学 法律 是吧 还是科技 哪样不是 包括你穷兵独武 对周边 是吧 对这个张牙舞爪 露出锋利的牙齿 飞机 战斗机 侦察机 轰炸机 运输机 导弹 近程 中程 远程 对吧 洲际的 是吧 军舰 航空母舰 是你自主研发的吗 对吧 你实话实说 寻扬舰 中国没有寻扬舰 好像是吧 驱逐舰 护卫舰 潜艇 台湾叫潜舰 是吧 你包括鱼雷 机关枪 是吧 包括步兵的轻武器 对吧 你这个自动步枪 什么81杠 是吧 AK47 对吧 你什么搬用轻机枪 重机枪 高射机枪 坦克 重型的 中型的 轻型的 是吧 包括装甲运兵车 什么侦察方面的这种车 指挥车 对吧 你哪个是你自主研发的 你连计算机 手机 电话 空调 对吧 火车 轮船 对吧 你说哪个不是人家发明的 降落伞 你中国 哎呀 一说就5000年 你有5000年吗 你有文字的 也就2600多年吧 你再加上一些 还算是可信的 那个那个传说 大概顶破天了 3500年 是吧 你比古印度 古巴比伦 古波斯 古埃及 古希腊 都要短很多 短很多 我们都学了 而且我们有5000年的底蕴和文化 再加上我们这个民主的创造 结论是 天下的东西为我所用 欧美在这一切优势融会过来 奠基5000年文明的底蕴 让中华民主 要创造出一个 比现在所谓欧美所代表的文明形态 要高得 高得一个新文明 你们这边 所以我说 我是个电脚师 我们这边也是电脚师 高得多的 你上哪高去了 你怎么高 你有真正的文明吗 对吧 人家西方 比如说政党 对吧 你看川普 川普虽然认为拜登是 窃选 是吧 搞瓢窃 做票 是吧 作弊 但是 人家还是有风度 关键是有制度 对吧 制约着 下台了 对吧 然后你再卷土重来呗 你诉诸民意 中国有这些吗 真是 可笑 可笑啊 就这种人啊 我听这哥们 郭继承 听这口音是山东人 是吧 真是丢脸啊